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业 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在这个频道里面我会分享一些原来组织的资讯 喜欢我的影片的就请订阅我的频道 很多朋友说 其实他都很想种花种草 但是又既然有害虫他搞不定 所以就打消了个念头 其实不用担心的 只要我们知道害虫出现的原因 是泥土的湿度很高 而赤身出来的 而害虫的伸进能力是很高的 可以一年发射到二十多代 而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由风力去传播 所以有些朋友跟我说 我明明码回来的时候 检查过是没有虫的 为什么做种客突然间 整棵都有虫 然后我立即丢了去呢 可能就是因为 由风力在第二个地方 把所有的海铁颗石码进行成这样的原因 以下来我会介绍一个 又便宜又有效的 撒虫液制作方法 一起试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透明的噴水壶 这里大概是380毫升 为什么是透明呢 因为你可以知道里面是肥料 或者是撒虫液 第二样就是要准备勞工选 你的房子就卖到 很便宜的 事虽然很少分量就可以做到 这支380毫升的噴汤里面 只用了半汤匙的勞工间就完成了 只要用清水 再加半汤匙的勞工间 放进去 等它充分溶解 就可以噴的了 像这一盆株子这样 已经有很多海虫 潜伏在泥里面了 然后我们就用 我们已经调配好的 撒虫液直接噴在泥土里面 然后噴完沙虫液 湿气比较重 我们就放在这里 游去楼下 不要再放在胶盆里面了 避免水气太重 形成困难的情况 噴定一点去噴 大概两三天一次 因为 从从轮到成长 要一两天的时间 我们强力一点 就可以有效的杀虫 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般般苹叶植物 或者是花仔 我们可以传播地噴 都没有噴它 如果香草 或者蔬菜类 噴完之后 我建议大家 让它四五日时间 慢慢降解了之后 才安心食用 而最主要的一点 没有海虫的植物 就是不要噴 因为这个肺间水的原理 是用肺间中的脂肪酸 成为一个天然的纳质 令害虫脱水 然后死亡 所以没有虫的植物 就不用噴它